伊朗 伊朗向來是透過這些組織 還有這些地區來進行代理人戰爭 所以它會在世界其他國家 對以色列大使館進行恐怖攻擊 可是從來沒有直接在以色列本土 直接對以色列 從伊朗境內對以色列攻擊 這是史無前例 所以在這次的攻擊行動 等於在歷史時刻上 是一個很大的歷史上的轉變 現在大家緊張說以色列怎麼攻擊 那有些人分析說 以色列恢復正常 可能比較淒慘的可能是 伊朗的老百姓要很緊張 因為有些分析家說 伊朗的老百姓可能要很緊張 伊朗這樣子攻擊 然後他們要看美國怎麼樣支持以色列 比如說台灣或烏克蘭就會很關注這個說 美國怎麼樣支持以色列 美國是不是很支持以色列 因為美國的支持就會讓台灣看到說 美國是不是會支持台灣 因為如果中國對台灣攻擊 美國是不是也會支持台灣 阿蘇 我會不會 阿蘇 不會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